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忘掉了多少身边的小故事 就如途人 不知道试过相遇 回头时方只会再借不定繁忙都是 要走出一点意思 仍是靠每段日事 小人啊 也有许多不凡事 活出一心的浅雨 鸭管风雨 小人啊 也有许多简单的壮志 每一天即使热斗 每一天终可再醉再逝 冲篇 冲篇 阴 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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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小姐, 我來見公的 你貴姓呀 姓陳, 陳嘉林 好, 你等等吧, 陳小姐 我以為PASSING MERE 有位陳小姐來見公的 謝謝小姐, 我來見公的 小姐, 謝謝, 填好了 陳小姐, 我們的Manny 還在見公的 麻煩你坐一坐, 等等 好, 謝謝 不用 你咬到你便出來了 謝謝小姐, ograf家 謝謝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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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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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人了 小姐 陳小姐,輪到你了,跟我來 謝謝 請坐吧,陳小姐 不好意思,要你等那麼久 沒關係 陳小姐,你不用這麼拘謹 就當我們倆是朋友 當聊聊天就行了 看來會考成績不錯,陳小姐 為甚麼你會有興趣做工廠呢 我不在業這麼久 都沒找到寫字樓工作 那找一份工廠做先 原來你騎牛玩馬 我也很欣賞你這種想法 其實人望高處,水望低樓 有誰不想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是呀 比方這麼說,現在我們公司聘用了你 但做了沒多久 又有另一間公司更好的 要請你 你有沒有考慮過轉過去呢 其實我這樣問你也是多餘的 給了我,我也走了 是呀 對了,陳小姐 現在你家裡每個月 需要你付錢給她 沒定的 家裡也不一定讓我們付錢 通常媽媽都叫我們儲起來 我會給她 哦 剛才你的訊息怎麼回事 不錯,花叉給肥子撮傷 撮你?她怎麼撮法 沒有,我肥子問我會不會騎牛找馬 還問我,如果找到另一間更好的公司 會不會走 那你怎麼回答她 我老虎蟹都說不會走 她想撮我 不要那麼容易 我還說 如果我不喜歡這間公司 就不會來這裡見工 是嗎? 不做回三五七年 升到做管理員 我都不會走的 那個肥子聽完了 不知道多少 很聰明 還有,她問我 要不要拿錢回家 我當然說要 她一聽到我有家庭負擔 就以為我一定不會劈砲 這次一定在聘用我 真的好熱 升降機來了 算了,阿楠 這份工作結不成就等下一份 你房子沒有機會嗎? 如果有機會 我就不用整天做工廠了 可惜大哥的公司 正在進行內部減縮 要不然 我一定可以介紹你去做事 不過你放心 你慢慢安心點等 將來一定會有機會的 你不用安慰我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大哥, 我不是安慰你 現在香港的地方這麼大 你每天看一張報紙 你都看見很多廣告 每個公司都在聘請人 你現在看不到一份 適合自己的工作 你不需要這麼灰心 我每天打開這報紙 這麼多公司聘請人 我一份工作都找不到 不灰心就假了 阿琳, 別這樣了 大哥只想你… 你只想證明我說的 不是, 我只是想安慰你 總之無論如何 你現在安心點等 將來會有份工作是適合你的 大哥, 不如我轉為office girl 當然不好 為甚麼 總之…總之就不好 那很多人都是由office girl做起的 你畢業出來做office girl就說 你現在做工廠的 再轉為office girl 就等於妹仔不做妾事一樣 兩件事說出來都是這麼難聽的 更何況, 做妾事有時候 比做妹仔更差 你安心點慢慢等 做小奶奶更好 但是做了妹仔這麼久 說轉做小奶奶就做了嗎 Try your best 你都沒試過怎麼知道自己不行 你聽大哥說 機會一到, 妹仔都可以大過主人婆 你怎麼做的 不停 等我來 謝謝 阿琳, 看這個初級秘書不須經驗 挺適合你 在香港仔那麼遠, 上班下班去了半天 其實你是不是想找中環工做呢 那是嘛, 不在中環, 起碼都是在灣仔 那才像一份自己的工作 媽媽, 其實阿琳說得對 找工作做一定會找一份適合自己做的 才能做得開心心的 那倒是 其實阿琳, 你在中學畢業生 你根本不需要擔心 現在你又有份工作正在做 那你就慢慢找到你合心水的 你才去做吧 你這麼年輕, 不怕沒人請的 我知道怎麼做了, 媽媽 我幫你開飯吧 進來吧 爸爸 這麼晚還不睡, 打甚麼 還有甚麼, 要求職信 打求職信嗎?讓爸爸看看 現在真的不像以前 以前爸爸去求職的時候 就去那間公司問問就有得做了 不用這麼複雜 如果現在還用以前那種方法 我想走到鞋子都找不到工作 那倒是 現在有時代變的了 不過我真的不明白 你的年輕子女又說要做男領 又說不做要做白領, 為甚麼 你以為現在還是五十年不變嗎 要我公照回來, 堂照做 爸爸又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爸爸覺得呢 你知不知道 現在在外面找工作做的人很多 如果你要跟人爭 要耐性一點, 等下就行了 況且現在很多急需用人的公司 請人了 你現在在做工 你不能夠回去 你為甚麼人爭 現在你這麼年輕, 哪有經驗 很多公司不喜歡用新人的 知道嗎 爸爸, 你現在進來勸人 還是進來踩人 爸爸不是踩你 不過爸爸覺得找不到工作做 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 是不是 耐心一點去找 等一有機會就去選擇 是不是 我不是不開心 不過我覺得這份工不適合我 我又不適合這份工 這樣嗎 不適合這樣 來我報館, 幫我幫忙 就當是騎牛 找不到一隻馬 先找一隻羊 好嗎 我知道你很想幫我 但我想靠自己 靠自己 好, 有志氣 爸爸對你最有信心 不過這樣打字還打字 不要打這麼晚 知道嗎 媽媽罵的 明天還要上班 好, 晚安 好, 晚安 好 好, 晚安 好 好 謝謝 你們當然是二樓榮記 尤其是八字街這裡下課 你們真是被人氣死 每次都是, 上班才下課 好嗎 是嗎 是呀, 我都說了 榮記那些壞人在這裡阻塞 阻塞 是呀 看什麼看 快點吧 一群人等著你們 英先生 趕快上去 你入手了 快點 快點 快點, 趕快點 上班人帶給你 好 你為何欠這個八字都不回家 你不知道嗎 趕快沒做了 只有八百元的工資這麼辛苦 哪有人做一場 這裡的樓妻 這麼多藍材 又黑又骯髒 一下子不小心 部機壞了 你又叫人怎樣走 這麼嚴尖 轉廠一扮 找到有地上上班 就不用這麼辛苦 你幫我上班嗎 找到看我走不走 那倒不走 那倒不走 找不到就跪你一點點 到了, 千萬不要看 快點… 遲到了 早安 林, 你又遲到了嗎 你馬上見紅了 這個月幾天遲到就行了 請, 林請到假了 一早就已經沒了勤工獎了 你一天懵得多暈 他也不自在 這是最愛的 sera 你怎麼不留 doctor, 你不知道 你不要拚高 要不知德行 你接下來要快點 可以嗎? 那個師人掌這麼消息 好, 我明天就索性遲幾個字 知道她的東西就像塌上似的 師人掌有膽子嗎? 你一定刺到滿手刺 你放心吧, 我可以帶老虎來 掀完一次, 看我可以去哪裡 齊阿蓮, 用不著這麼勞氣 總之多點來就賣一點手 不如加班先駁吧 師人不要殺到 分類廣告, 永達玩具廠 招聘熟手女工業入街, 福利好 仙姐, 甚麼意思? 聽心機也不給嗎? 不是不給, 不過不給你聽這個台 為甚麼不給呢? 廠長是這樣交代 你不喜歡的就跟廠長理論吧 不然就繼續工作 阿蓮, 你靠事了, 坐下吧 剩下四千人獎 怪不得我這輩子都嫁不去 她的藥品給你叫, 說明天人獎 哪有人偷 她的藥品給我, 成美季兒就行了 你現在幹甚麼事?拼職模 我沒有, 我撿西飯口有的 飯餡又不是你的, 你這麼多事幹甚麼 甚麼多事, 如果我不弄好 人家要吃冷飯那怎麼辦 我管你怎麼辦 總之現在你偷懶不做事就不對 我哪有人偷懶 你難道不吃飯的嗎? 吃飯大了 吃飯而已, 甚麼這麼大事 你以為現在要上瘋了 吃飽飯還可以大教訓 我踩上你哪個尾 你又單單打打 好笑, 我一單打你甚麼 我只不過想告訴你 這裡是工廠, 不是公社 不是做日三十六, 不做日三十六 臭丫頭, 你以為你做拉長 我好聰明, 你現在撩膠喊 我不捨你 你現在想不拒絕 你老母, 我出來拒絕 我出來打工而已 你以為我洗壽理氣嗎? 你去幹甚麼 阿仙, 甚麼事 舅舅你來得正好 她偷懶不做事, 還發大了 一一炒了她 我哪有人偷懶 我拿飯口出來焗 她血溶牛輔 舅舅舅, 不是呀, 你聽我說 算了, 你們兩個別再吵了 你先回家裡幹甚麼 舅舅 阿琳 時間到了 你還是不去到 MUZONE? 等一下會很多人 將來也要吃光 不欠我 一會兒 阿琳, 不要這麼招 沒有獎金的 是嗎? 按鐘… 走吧… 快點吧 又過骨了 阿蓮, 你幹嘛又… 太晚了, 我快就儲夠一套了 你拿來幹什麼? 待會你私人長就說不大件事了 你當是負責監獄嗎? 這倒不是, 私人長的負責不負責 是呀, 蓮, 你一定會報警 有事才算, 我看伯婆這麼囂張 我不看她一、兩年, 我跟她真誇張 別說太多了, 我先把你放下 阿雪, 待會兒我晚回來 你記得幫我打卡 懂了, 走吧 謝謝, 再見 阿林, 走吧, 沒空, 吃飯 阿林, 你吃吧 沒了, 沒了, 吃吧 沒了, 吃吧, 吃吧 吃吧, 吃吧 你們三位, 隨便坐 口花, 還說不口花 其實她不知多開心 你看她, 她從心裡笑出來 三位美女, 你們想吃什麼呢? 不如拌勻一起吃吧 隨便吧 哥哥仔, 今天有什麼好介紹嗎? 我介紹你們吃的套餐 三個菜, 一個湯 包你滿意的 還有, 俊男菜 是不是真的漂亮? 當然漂亮的, 好像我這麼漂亮 一如是這麼說, 包你們搞定 包你們滿意 好… 先上你一次 是這麼說, 一如是這麼說 保主, 保重你 你每天不浴馬一次, 她不安心 還是… 是呀 你別管那麼多 總之就放一點點電感 那次送得大一點, 包你也有好處 對了, 阿林 阿林, 昨天見工見人怎麼樣? 有沒有學會我教你去放電嗎? 那個是女經理 究竟行不行? 這次不行的話, 下次再來 反正現在你也不錯 沒錯, 總不知是你電力源源不絕 不豈沒機會的? 你省點吧, 如果你這麼多生電的話 麻煩你電一下寫字來新來的文員仔 是呀, 我預約了一千窩電 到時電到它變成日乾狗 好, 信我了, 我也說數會特別大一點 是呀, 吃得這麼飽, 當然要逛逛 是呀, 去不去? 我不去了, 你們去吧 這麼不熟悉的, 那我們去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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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你又知道你那些東西都像林山那樣 林, 你知不知道他們三個在哪兒 去那廁所吧 又說新聞員漂亮的, 為甚麼不見了 是呀, 剛才還在, 麻煩你拿去吧 你看看 有個寶座品, 拉起來, 還放在那裡 你去哪兒去了?剛才才找你們 那你怎麼說? 就說你們去了廁所 阿蓮, 你剛才找到哪兒去了? 去廁所 那為甚麼不見你們? 或者你們眼睛, 沙頭殼頂就不見到我們 那不是真的八塊眼? 林, 甚麼這麼多玩具 是呀, 那個風雨說感激我 幫他手所以送給我 哇, 那做工廠都不錯呀 有這麼多好東西玩呀 做事呀, 你以為真是玩嗎? 又想多好玩, 讓你對得多也厭 那如果換了做寫字樓呢 你會不會對得多也厭呀? 阿蓮, 不是說媽媽很氣 其實我覺得你做工廠都不錯呀 你看看姐妹的感情也好 以前媽媽車衣的時候 那些姐妹到現在都還有連絡 那我不同意你這麼說 難道做寫字樓工不會有好感情嗎? 做寫字樓工的人呢 就比較會面爭暗鬥的 難道工廠沒有呀? 哦, 你沒做過的事你就不知道 老實說呀, 人們都說了 商場如戰場 你有沒有聽過說工廠如戰場呀? 你真是你都打橫來講的 我總不相信做工廠那些事 人人都守望相助天下太平 你不相信就罷了 明天等你自己出去做事你就知道 阿蓮呀, 包上了你的玩具 借花便宜而已, 又不用我出錢 如果你喜歡, 稍後我再送一件給你 不要啦, 免得了 阿蓮也沒怕你, 你怕嗎? 是呀, 阿蓮呀, 如果林要的話 只好你給他幾件給我 你知道吧, 我好像經常 五個小弟妹那麼多 你懂得做吧 你想整個居居嗎? 一套半套就沒所謂 是呀, 我經常幫你打卡 你這樣也不把我兩、三套 真是我… 臭口臭臉, 看他的樣子就壞了 你們說這個機械人像不像仙逸獎 有多少次 沒事吧… 沒事吧…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頭寶 你沒事吧… 沒事吧, 頭寶 只是忍心而已 不是吧, 頭嫂 你進去寫字樓看就好一點 寫字樓有藥吃的 不是吧… 不凍親你們吃的嗎 不是 裘嫂, 你又有身體了 又可以休息一下 我們扶他吧 好… 你扶你… 我們扶你 來… 我們是樂意的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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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做甚麼事 裘嫂凍親了 剛才浮在地上 怎樣?沒甚麼事嗎 我等到第十五了 要不要緊嗎 你操心大小 回家休息一下吧 要趕貨吧… 如果你不要緊 就回去工作吧 你們回去工作吧 你去看甚麼 好… 我扶你出去吧 走吧, 還看甚麼 阿琳姐 阿琳, 看不到這個英俊 也不用這麼開心 你真傻 阿爹今天累了 所以沒甚麼忍 這麼沒忍, 不如陪你逛街 我都說累了, 還要逛街 看電影可以了吧 好聽 你怎麼樣 沒問題 裝模作樣 阿琳, 你去甚麼 你們去吧, 我不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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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小姐, 你看路 小姐, 你沒事嗎 你怎麼這麼不小心 對不起 小姐, 我們好像在哪裡見過面 你有點暈了 不如這樣, 我扶你回家 你去哪裡 你去哪裡 不用了 我怕很遠 不如我扶你去我做一間寫詞樓 擦點藥, 好嗎 很近 很近而已, 走吧 小心 你怎麼在這十樓工作 是嗎 是呀, 我在十樓家護技廠 還沒他多久 福伯 是誰 阿良 有甚麼奇怪 這件事剛才在街上 被撞出頭暈紋 所以陪她送來刷這件事 是呀, 是我 福伯 麻煩你… 這張卡是我的 這張卡是你的 謝謝 怎麼樣?查了藥又覺得怎麼樣 好多了, 幸好碰到你 有個這麼巧 怪不得我在哪兒見過你 原來大家同事來的 我想你記錯了 我們第一次見面 不是在工廠 你記不記得有一次 你拿著兩大大報紙 我就在報紙檔裡 第一次見你 你還記不記得 那個報紙佬還稱讚你 拿到這麼多報紙 我還記不記得 那些小語詩 我多拿一點也沒甚麼問題 對了, 為甚麼你會幫我拿報紙 那時候我沒甚麼事 就幫朋友 那時候你買了很多報紙 我還以為你在中環做事 如果我在中環做 我就不會買那麼多報紙 那你現在找到事做甚麼 如果我找到事做 我就不會在這裡碰到你了 我的意思只是問你 你找到你心目之中的工作沒有 你呢? 見過幾份, 但仍未有回音 那就慢慢等下 等, 我一定等的 我不等都等了那麼久 都不差過一陣子 你做事都挺有決心的 一個人口渴, 自然就要喝水 這些不是叫決心 這些是個人需要 轉工是個人的需要 在我來說就是 是 你這麼肯定轉工對你會好好的? 我不知道好不好 但是在這裡不適合我 可能我出去了外面 會對我好些 起碼心理上也會有些改變 那如果你轉工之後 認為不適合你做 那你怎麼辦? 不要, 不要就找個第二份 你口渴也不會只喝一次水 好吧, 對不對 眉目全程, 相對微笑 真是煽煞死仆人 這些就叫他們此地無聲 有聲 阿蘭, 你的鬼馬 你別亂說了, 只不過… 只不過我特意約定 出來見面吧? 你們別誤會 剛才寫著人沒有水 我出來倒水 又會這麼巧嗎? 你們都不知道 這些就叫緣分 那倒是 一個巧合坎針 一個巧合沒有水 你知不知道這叫甚麼嗎? 這些就叫緣分 你們怎麼會知道? 若要人不知 就除非己忘懷 沒錯了 等他福發告訴你 聰明, 不過你女兒的手法 就差一點, 是嗎? 什麼時候有空 請我們這幾個姐姐喝茶 讓我們指教你吧 喝茶而已, 沒問題 不過你們三個姐姐千萬不要誤會 不會? 那就是不認了 阿林, 你想清楚 小孩子通常是沒有本心的 你們好了, 還說笑 我真的翻臉 生氣了 有人生氣了 小孩子, 不用怕 我來大姐肯替你移電器 是呀 不過這頓茶你又要請緊了 沒錯 阿林, 真聰明 做事都這麼快 想不到追兒子都這麼聰明 追兒子就追兒子 什麼追兒子? 說得這麼耍耍 不要吵一聲這麼難聽 含出一點嘛, 阿林 你們不要誤會 我和梁哥沒事的 叫梁哥娘這麼親熱 還說沒事? 什麼這麼親熱? 遇上我的份, 不要漏了我的 唉唷, 你有想親熱嗎? 唉唷, 親熱當然了 什麼? 吃一口水煲 你不可以親熱, 沒人 水煲? 那…那就是壞我 你別搞錯, 這些不是叫做玩 這些叫做調戲你 真是壞 你的年都這麼厲害了 江街調戲, 梁家好漢 那… 真是讓你們不相信 阿林, 聽到沒有? 來, 來, 來 對付那些男人 就不用跟他客氣 喜歡的就跟他調情 不喜歡的就調戲 就是這麼簡單 我都快頂你們不相信了 不如走吧 好, 先結帳 去吧 阿林, 這次來有機會 炒你老闆魷魚了 為什麼? 阿林, 今天有一封 不知道什麼公司 寄給你的信 你看看 九成這封信叫你interview的 阿陳小姐, 你的成績都不錯 但是你完全沒有經驗 很多公司是不會請你的 知道我這樣 我會考慮給你一個機會 你有沒有興趣接受挑戰 當然有 好, 月薪是1700元 試用半年 你有什麼問題沒有? 有沒有搞錯 這麼大的公司出手這麼低 1700元請個office boy 就不行了 是啊, 琳琳, 如果人家把你的薪 押得這麼低, 千萬不要浪費 媽媽呀, 琳琳也沒決定 這麼快潑女兒冷水 是 兒女問題, 父母有責, 知不知道 琳琳, 其實你做哪份工 我們都是這麼開心的 不過這份工的工資這麼低 你真的想過才好 不用想了 老闆, 算我說呢 反正你都等了這麼多一份 不足夠再等多一份 千萬不要助長這些不良風氣 爸爸, 你說怎麼樣? 問爸爸 其實你的情形很簡單 就像去看電影一樣 有套戲, 你很喜歡去看 但要給二十匹, 值不值一呢 好, 到你入場去看的時候 發覺中途不太順眼 但是比二十匹, 你一直看下去 但有些人就不一樣了 中途離場呢 但你這部電影 你又沒看過 直到要下畫了 那是不是一種損失呢? 爸爸, 看影評就行了 要不要這麼複雜 影評有時候都是線稿呢 聽爸爸說吧 林林, 你最好用自己的直覺去分析一下 看不到電影可以看電視的嘛 難道只能出電影好看嗎 是不是?自己細心的去選擇 知道嗎? 早安, 各位 早安 為甚麼昨天沒上班? 生死了嗎? 生死了嗎? 這麼快? 沒有勞工法力強式 前四後路嘛, 哪會這麼快? 前四個月後六個月這麼穿鬚嗎? 你開胃了, 還想有人做事嗎? 前四個星期後六個星期也沒有人 那今天今天去不上班? 還不開工, 你去博炒嗎? 趕完批貨又說煎又說炒 分明打完差不容易和賞 小姐, 總之誰做事冷散的就要小心點 我們廠不會愚蠢得浪費錢養閒人的 你說先人獎炒了裘嫂嗎? 我猜而已, 真是真的嗎? 看來就像了 因為裘嫂三、四天還沒上班了 先人獎也沒說過 而且她一向對裘嫂都有意見 我看今次九成就炒了 我說就不是了, 我猜因為裘嫂大肚 她們食肌炒就好 甚麼大豆腐都可以炒得了嗎? 懷孕保障期是預產期前十二個星期 猛人 裘嫂才只有五個月生幾 那當然了 蓮芝, 你怎麼這麼清楚? 難道你… 你別亂說, 我只認識多點勞工法例 保障自己而已 我們不如回公司問清楚 看看到底甚麼一回事也好 問清楚那又怎樣 知道他們炒了裘嫂的又怎樣 你怎麼說?難道我們去勞工處告他嗎 我們打工就這麼吃虧了 誰叫自己沒用嗎? 是呀 阿琳, 你先幫我拿著吧 我去去洗手間 好 好 林, 去交單我看看 好 這是甚麼? 陳嘉琳死了 我早就看到你很滑滑 想不到這次被我捉到你了 好厲害 陳嘉琳, 你做甚麼話好說 你不用說了 我一於報警 我… 你何必搞大這件事呢 廠長已經答應過我 不足夠這件事的了 阿娘, 這些不關你的事 你不要管 你不相信的 可以打電話問清楚的 真的? 我現在決定不做了 你計算了些糧給我 我現在馬上走 阿琳, 你怎麼這麼傻 你坐著幫人追究 你不要管我, 行不行 我還不關你甚麼事 阿琳, 警方 阿琳 阿琳, 對不起 一天都是我 又會不想起 不過我不是有心的 算了, 反正我都想不到 現在這樣更好 不用我左想右想 阿琳 你到底找我出來, 有甚麼事 阿琳, 我想知道為甚麼 你一定要走 被人發現我偷東西了 為甚麼我不走 你根本就沒有偷東西 你只是那個太年頂罪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 那你有還是沒有 我雖然是沒有 但是我家裡的玩具 全部都是太年給我的 阿琳, 你怎麼這麼迂乎 你為了家裡的玩具 是人家偷來送給你 你就認是自己偷的 於父起碼不是一件壞事 你知不知道這樣就是很笨 你不用這麼看著我 我還有很多事還沒看著 你還沒說 那你繼續說 我沒那麼多時間在這裡聽你說話 阿琳 阿琳, 我想怎麼樣 阿琳, 我做了你的朋友 我就不想看著你這麼笨 你既然不喜歡這份工 你為甚麼笨到要幫人頂罪 才能解決這個困難 你如果認為這份工是不適合自己的 大不了你不再找個別的 你以為爺爺氣幫人吃死貓 那就是辦法 你知不知道這樣做 是對不起自己 我有甚麼對不起自己 我有些不太明白, 許先生 好, 你不明白 那我就說清楚一點給你聽 如果你現在這樣的做法 再引伸下去 就像你買了一件衣服 如果你不喜歡 你就會放在家裡 等老鼠咬穿了, 你才會扔 又像你認識我的朋友 如果他是壞人 你就等他害到你自己 你才會跟他絕交 還有, 如果你嫁過老公 他是大毒梟 你要讓警察抓了他 你才會跟他離婚 你想想, 如果這樣做是不是很笨 其實, 為甚麼你自己 不可以主導去解決一切 你現在究竟明明 其實我一向都認為 自己考驗自己 是比別人考驗自己一生好 如果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意願 你說吧, 人生還沒有意義 但是這件事都搞成這樣 難道還有今晚呢 你自己沒試過 誰知道行不行 難道你要我再跟廠長說 其實主要的呢 就是你還想不想回去做 做不做是另一回事 不過, 走不走是對自己不像 我告訴你清楚 阿琳, 你現在越看越像我第一個女朋友 雖然久不久就會想一遍 不過勝在一點就沒有 你早就用這種方法勸你女朋友 你弄錯了 我根本沒試過拍拖哪個女朋友 那你又說我越看越像你的女朋友 阿琳, 想不到在廠長這麼好人 我隨便聘請我 他不是好人, 他只會做 為甚麼 阿琳, 有件事我沒告訴你 這是甚麼 你知不知道這間廠長有幕後老闆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他姓甚麼 都不知道 他是姓許的 你啊 不是, 我哪有這麼厲害 他是我大伯的外父 大伯的外父 跟你都沒有關係 我又跟你說我跟他有關係嗎 只不過他是姓許 那廠長也要我跟他有親戚關係 不要告訴其他人 阿琳, 怎麼會有關係 不捨得你們 你看 周先生 頭妻 括尾, 周嫂 為甚麼你回來 我為甚麼不回來 我們以為你被人家破訕 我有НАMfounder, 誰說我會破獄 你敢想不回來 我們以為廠長殺了你 對 是嗎 不, 我看該人批貨 請假幾天, 去檢查順便認識一下 那些私人獎沒有告訴你嗎? 沒有 不好意思, 誰叫私人獎? 你, 你在後面 忘掉了幾多, 身邊的小故事 就如途人, 不知道試過相遇 回頭時方只會再借不停, 繁忙都是 要找出一點意思 仍是靠每段日事 忘掉了家中, 許多的所需事 未明何時, 歸家已變作夫事 然而誰都知, 踏入社會, 誰能無失意 到底歸家可碰到 買什麼